明天在約幾杯 只有下午茶 一方面很害怕 一方面說 可是他們都有工作 他這樣 行情都非常詭異耶 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 行情非常瘋狂 聽說妳是外星人協會的會員 我是中華飛碟研究會的會員 妳是不是就加入了 加入好久了 我剛才有延五年了 這個組織需要什麼會費嗎 需要會費 因為他每個月會寄會刊給我 然後有定期活動嗎 有定期活動 然後還會組織一些 比如說去七星山看金字塔的活動啊什麼的 雖然我都沒有加入 可是會費跟會刊我都有在看 我們家每個月都會定期 欸對對收到這個東西 就是上面就寫著徐希元小姐收來 然後就是每個月我都會領到一份這個人 然後有會員編號對不對 有會員 我會員卡沒有帶來 還有一個別針 上面是什麼 飛碟還是火星人的頭 對 就是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因為那是代表神秘的金字塔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飛碟的形狀 然後就寫中華飛碟研究會 那妳去看 有看到飛碟嗎 沒有 我就是沒有參加活動 因為就是 我很怕人家認出我 日本愛飛碟的人 這個組織不知道大概是在他們組織裡面嗎 他知道 因為會長有時候會寫信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說會員想要認識我之類的 然後我就是沒有參加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 有一點神秘感 補希元就回信去說 請用火星文寫信 我無法閱讀地球文 我想講一件事情啊 就是因為 就是在拍戲的時候 他有跟我討論說 就是關於幽浮的事情 他說你有沒有曾經看過 我說我在羅東家裡那個 公寓的牆外面 有一次無聊 那時候迷散 晚上不睡覺 就在那邊看星星 成龍大哥在說話 大小S最青瓜 因為我們倆很好控制 所以成龍大哥就會說 大小S過來排隊 然後我們倆就會排隊 我們倆就排隊 我們兩個那麼吃完 他們就想說 怎麼還不回飯店 然後就在那邊等車 然後後來就有人說 車來了 車來了 然後我跟我倆兩個 就牽著手說 快快車來了 然後就被成龍大哥 掃到我們來 投資找我 然後他就這樣拿那個紅盞 說大小S 你會要聽我的 我說走才可以走 大S只愛外星人 不信外國人 有一天我們全家人去埃及旅遊 埃及當地的那個導遊就說 我們埃及的金字塔 機械面鏡就見好了 然後大S就說 那個是外星人借的 因為導遊最難聽到 東方的觀光客 講的一次 對啊 那個埃及導遊就有點抓狂 嗯 我說是我們愛情人怎樣 怎樣 那時候迷上晚上不睡覺 就在那邊看星星 看一看我就看左邊有一個東西 很像火球這樣子 然後還會一閃一閃又按 然後這樣子 慢慢慢慢慢慢這樣 就從我家旁邊這樣子 慢慢慢慢很遠很遠 越來越近 一直在移動著 但是很慢 我嚇一跳我以為我看到飛碟 或是看到什麼樣隕石之類 趕快叫我哥 叫他出來看 跟我一起看 你們兩個就嚇到了啊 後來我哥走了 我在看就看 碰他撞到另外一間的鐵皮屋 然後撞 後來隔一天早上起來 他就想說 因為那... 在那邊 有人在放天燈啊 天燈燒 對 然後到那邊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理由 對 因為那一陣子正在放天燈 他會一直跟我講說 那是幽浮 他一直很肯定 那是幽浮才不是天燈 對 我跟你講大S 因為他非常相信 那是幽浮 因為火星人尺寸很小對不對 所以是一個小幽浮 撞到... 對啊 可能是來探勘之類的 不見得是真的有在人 因為羅東有什麼事情要探勘嗎 就是 當然幽浮不見得是外星人 他也有可能是來自未來的 他會不會生氣 他會不會生氣 我調侃他不會生氣 不會不會 也有可能是來自地心的 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這些我剛剛有研究過 所以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們全家人 去埃及旅遊 包括徐媽媽 我們三個人 去看那個金字塔 什麼的 然後那個 埃及當地的那個導遊就說 我們埃及的金字塔 記簽念簽就建好了 然後大姐就說 那個是外星人建的 然後徐媽媽就說 哇 這個怎麼可能是人般的啊 這已經是外星人 兩個在那外星人 都用外星人吸 然後那個埃及人就撒公說 這些金字塔 真的是我們埃及人建造的 大衆進氣面前 然後就說 是外星人 然後那埃及人 他們兩個人在討厭那種 他們真的好不尊重人 埃及人 就最討厭那種 他們是外星人蓋 因為他們祖先沒有能力蓋 要靠外星人才能蓋 可是真的還滿像是外星人蓋 真的很像 因為導遊最討厭 聽到東方的觀光客 對啊 那埃及導遊有點撒公 是我們埃及人怎樣怎樣 可是徐世堯還是覺得是外星人蓋的 沒有以前 因為他找不出蓋金字塔的謎 所以我覺得如果找不出來 就一定是外星人蓋的 可是現在那個我看Discovery 他們找出來蓋金字塔之謎 所以就也有可能是人類蓋 但是雖然是人類蓋的 但是是由外星人來掌控他們蓋的 因為有時候 他們蓋成很大的建築物 他們沒有擴音器 沒有任何的組織可以管理 然後在那個年代 還沒有那麼完善的組織 可以一起操控這麼多人 一起開工 一起玩意的力量 真的啊 是真的啊 我現在如果阻止他會怎麼樣 沒有你可以阻止我 因為我大部分人家講 人家都會阻止我 可以阻止你喔 可以 你不會口吐白夢 他大部分講到這個時候 然後懶之龍就會喝一口威士忌說 這種話題也可以聊這麼久 可是我聽董哥在講 剛剛拍戲的進步 好像有點半君如半虎的感覺 哪有啊 就是除了講錯話要道歉 會被冷戰 然後還要陪著聊飛碟的話題對不對 羅東露天燈也要扯進來應景一下 我跟你講 我覺得身在大S身邊的人啊 都會有一種半君如半虎 因為他也其實不會怎樣 可是因為他本身太具威嚴 你就會忍不住覺得還蠻想見 沒有人敢欺負他嗎 沒有所以我跟你講 他這一切都遭到報應 因為他非常怕籃正人 我跟你講 他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 那些工作人員 他跟我們的助理小萱 跟他工作的時候 因為他工作到很專注 然後那小萱又一方面怕他 一方面想要巴結他 每次就是會在他面這樣晃 就是在他周圍然後就這樣 會不會喝水 會不會熱 就一直在他周圍然後這樣 吃東西 你知道會一直這樣很想要發解他 但是語氣就是很害怕 然後比如說我也 有時候會怕他 我媽也蠻怕他的 可是我都覺得這一切很不公平 但是還好出現藍正龍 因為他都用靜語跟藍正龍說話 那是什麼啊 比如說在車上就會說 許一點你剛才真的很賤 你根本來節目上講你的話 喂 公啊等一下要吃什麼 他會立刻轉化嗎 對 他橫行在演藝圈 難道沒有別的女明星要治他了嗎 跟他鬥 跟我鬥 我不會跟人家鬥 如果就是比如說 誰想要跟我走同樣的路 我就讓他走我就不想要跟他鬥 對 有人故意說那我要比你大牌 我要專用化妝室 我要什麼三個保姆跟著這一類 那也沒關係 因為我也不會特別要求什麼化妝室 因為我都自己化妝自己弄頭髮 然後就是公私一個人跟著 對啊 像成龍被賽車你們兩個去 在那麼多大明星裡面 應該算被忽來換去的吧 對啊 就是那成龍大哥 因為我們兩個很好控制 所以成龍大哥就會說 大小A子過來排隊 我們兩個就排隊 然後他就說明明星在這邊排隊 跟著他們兩個 然後他就拿一把子彈 你們通稱為女明星 對 我跟他成龍大哥 女車手 叫我們女車手 成龍大哥真的是見識到 他真的有很嚴重的控制狂 他就這樣拿了一把紅掌 在現場呼風喚眼 然後我們就說 欸 要不要心跳一跳 他聽到就說 女車手 女車手 誰要來 看這把紅掌 來來來來來 女車手 誰要上廁所 然後比如說什麼 那個靜電梯啊 然後就是大漠漠女明星 就這樣排隊靜電梯 然後就拿那個紅掌 然後說 來來來 女車手 靜電梯來 然後就拿那個紅掌 這樣輪流打去鼓這樣 這樣 一 三 這樣 看說進去有幾個 然後說好 這個買了 來 這邊這台這台來 然後就 一 三 就這樣 好好玩喔 對啊 好好玩喔 你們去過這個日子啊 對啊 因為我們兩個那個吃晚飯 就想說 欸 怎麼還不回飯店 然後就在那邊等車 然後後來就有人說 車來了 車來了 然後跟我姐兩個就牽著手 說 快快 車來了 然後就被成龍大哥掃到 我們兩個偷 就是想要往前發 就這樣拿那個紅掌 就說 大小S 你會要聽我的 我說走才可以走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 欸 再趕快 看要紅傘那個 紅綠線 那成龍有沒有解釋 為何要找你們兩個去賽車 如果他知道你們開得 跟烏龜一樣慢的話 本來大家都還蠻抗好我 為什麼 我不知道很多人都看到 名單有我 他們都想說我應該 想說前三名 因為你很猛對不對 以為我很想要就是 在爭有一席之地 結果呢 沒有 後來想想說 生命更重要吧 你會不會再被邀請 如果是為了搞笑的話 應該會再邀請我們吧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那種 拉拉隊的工作 開車就很算了 嗯 現在電視上有時候會重播好